恶鼠为何再次落选 朱方宇说出原因 已经很给念子了 很多人因为张紫衣看了今年的4D选秀大会 遗憾的是他又落选了 张紫衣1994年出生于北京 他身高1米90 体重85公斤 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 大学时场均得到22分2.9个篮板 1.1次助攻 2019年他报名参加4D选秀 尽管在单条赛中拿下冠军头衔 但是没有球队选中他 时隔三年 不甘心的他再次追求职业梦 为此他关闭了所有社交媒体 拜师于晓明专心磨练技术 他变成一类更强的球员 可惜他又落选了 篮球经纪人问朱方宇为什么不选张紫衣 朱方宇表示他们有完善的清训体系 培训的能力非常强 给了张紫衣机会 等于减少清训队员的机会 张紫衣的能力很强 但是上升空间已经差不多了 清训队里有许多有天赋的年轻球员 他没理由为了张紫衣放弃清训球员 朱方宇的回答给张紫衣留了面子 他肯定了张紫衣的能力 但是也指出张紫衣没有发展潜力的残酷现实 毕竟张紫衣已经28岁了 可以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他的实力能否成为极战力也是个未知数 这些球队为什么要冒险选他呢 张紫衣的天赋并不出众 当努力是他唯一的天赋时 他已经注定要输了 想要成为职业球员必须有天赋 要么拥有良好的身体天赋 要么拥有超高的球伤 再加上后天的努力才能迈入职业的门槛 张紫衣确实很努力 但是比他努力比他有天赋的人还有很多 只不过是他们没有发出来而已 清训队的球员每天三练 还有许多人结束常规训练后加练 他们从小就打比赛 身体对抗和战术意识都很出色 进入CBA后能很快适应比赛 张紫衣却连如何站位都搞不清楚 正是比赛的容错率很低 他可能一两个回合之后就会被换下来 之后就没有出场机会 或许张紫衣一辈子都打不了职业 但我依旧对他充满敬意 他真的很努力 很热爱篮球 曹芳在节目中透露 网红球员赚得比一些职业球员多 张紫衣有一百多万粉丝 他可以像曹芳一样当网红赚钱 过得轻松潇洒自由自在 反观职业球员每天都有训练任务 我看了张宁发布的训练视频 光是看着都觉得很累 而这还只是训练的一部分 职业球员每天都要这样训练 这种苦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 张紫衣不想当网红 选择更为艰苦的路走 如果不是深深的痴迷篮球 他不会做出这种选择 向他致敬 感谢观看